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6月26日晚上緊急吊車 採取符合CDC指引的標準模式的強化措施 包括消毒、梅花座、全程戴口罩等等 及格期的計算是與確診者最後接觸日的隔日計算14天 因此當晚搭防疫巴士者分別與方山群聚案的確診者 有不同時間的接觸 因此解隔離的時間不同 其中9位原本在6月30日解隔 又重新召回採檢隔離 為防毒疫情採取加研措施 就已解除居家隔離症 召回集檢所既有9人 並進行採檢 結果經為陰性 評估無社區感染風險 故無社區消股之需求 警察 警察 提及 警察 指示 緊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